DEF 在这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时代 人工智能 AI和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进展令人瞩目 从奔驰的电动化探索到宝马在中国市场的深耕 再到AI在创造力挑战中的表现 我们似乎正在见证一个跨越传统边界融合科技与创意的新时代 奔驰的电动化之路 据网易报道 奔驰在电动车领域的努力显而易见 电动大致的推出不仅是奔驰高端细分市场电动化的开端 也是对其电动化决心的最好证明 尽管面临市场上的种种挑战 奔驰仍坚持其电动化转型 不断在中国市场投放新的电动车型 在北京车展上 奔驰展示了多款新能源车型 显示出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 奔驰的技术官薛夫明在接受太媒体APP采访时强调 奔驰将继续推进电动化进程 所有的细分车型产品都在进行电动化转型 他们在欧洲投资了数百亿级的资金用于电动化研发 显示出对未来电动车市场的坚定信心 宝马的中国策略 与此同时 宝马也在中国市场加大了力度 据网易报道 宝马将对沈阳生产基地增加200亿元投资 展示了其加在中国的理念 宝马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纯电车型 覆盖了所有主要细分市场 显示出其在新能源布局上的完善 宝马高级副总裁史蒂芬 杜力赫在接受泰媒体APP采访时表示 中国市场对于宝马来说极为重要 宝马在这里的投入和创新 是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提供豪华的配置 而是为中国客户提供高度情感化的豪华体验 AI的创造力挑战 在人工智能领域 AI的创造力也在不断被挑战和测试 据网易报道 在Mac发起的关于大模型教育 与教证的评估测试中 AI在创造成语 编故史 想象特定情境等方面 展现了惊人的能力 从创造出能以假乱真的成语 到提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方案 AI展现出了其超越人类想象的创造力 尽管AI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仍有限制 但其在理解复杂情境 生成创新解决方案方面的潜力不容小觑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无论是电动汽车还是人工智能领域 我们都能看到创新和变革的脚步从未停歇 奔驰和宝马在电动车市场的深耕 以及AI在创造力挑战中的表现 都预示着未来科技与人类生活将更加紧密地融合 带来更多可能性和惊喜 在科技的急速发展中 每一次创新都仿佛在为人类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而在这无限探索的征途上 中国的嫦娥6号探测任务 无疑是近期最令人振奋的事件之一 据网易报道 嫦娥6号的发射 不仅标志着人类首次尝试从月球背面取样 而且它与前任嫦娥5号相比 有着更多的看点和创新之处 嫦娥6号的任务 是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进行采样 这一地区被认为是太阳系内最大 最古老的撞击坑 对于研究月球乃至地球的早期演化历史 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与嫦娥5号不同的是 嫦娥6号需要突破月球运行轨道设计 与控制技术 月被智能采样技术和月被起飞上升技术 这些技术的突破将使得嫦娥6号 能够实现月球背面的自动采样返回 此外 嫦娥6号的任务还包含国际合作的元素 搭载了来自法国 欧空局 意大利和巴基斯坦的科学载荷和卫星项目 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开放态度 也为国际科学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而在技术层面 嫦娥6号的成功发射 离不开炮武火箭的强大支持 长征5号摇8运载火箭 以其超千吨的起飞推力和强大的运载能力 为嫦娥6号奔向月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科研人员为了确保发射的成功 还采用了窄窗口多轨道发射技术 以确保嫦娥6号能够在最佳状态下进入地月转移轨道 而在另一方面 笔记本电脑市场也在经历着自己的变革 网易报道 越来越多的笔记本电脑开始采用汗死内存的设计 这一变化引发了不少讨论 惠普解释称 这种设计能带来更多好处 如节省空间 更低的生产成本 更高的运行效率和耐用性 然而 这也意味着笔记本的可升级性和修复性大大降低 引发了一些人对于计划性报废和消费者购买频率增加的担忧 在显卡领域 AMB的下一代Radiant显卡也备受关注 据网易报道 AMB计划在RDNA4显卡中配备全新的光线追踪硬件 这将使得光线追踪能力得到重构 虽然AMB决定放弃与英伟达最顶级GPU的正面竞争 转而专注于更实惠的终端产品 但这一策略的变化预示着显卡市场的新动向 无论是探索宇宙的嫦娥6号 还是笔记本和显卡领域的技术革新 这些进步和变化都在不断推动科技界的发展 同时也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每一步创新都是对未知世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而这些尝试和探索 正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洁动力 在一个充满变革和竞争的时代 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萨姆 奥特曼与特斯拉的CEO埃隆 马斯克两位科技界的巨头 展现了他们对未来的独到见解和果敢行动 他们的故事是关于人工智能 电动汽车 以及如何在快速发展的科技领域中 保持领先的真实写照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讲话中 萨姆奥特曼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未来的看法 据斯坦福日报报道 奥特曼强调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追求 以及在应对社会挑战的同时 利用创新方法的必要性 他指出 人工智能的发展远未达到极限 强调了任性和适应性的重要性 奥特曼还提到 OpenAI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AGI 并且他们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选择了从开源转向避源 以确保能够持续投资于更智能的产品开发 他的愿景是通过生成式AI产品如XGPT 实现降本增效 造福全人类 与此同时 埃隆 马斯克在中国的短暂访问中 也体现了他对未来的深刻洞察 据报道 马斯克在中国与官员会面 讨论了在中国推出完全自动驾驶系统的可能性 这一消息 对特斯拉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但马斯克并未沉浸在喜悦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间 他在特斯拉内部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裁员 包括超级充电团队的500名员工 这一举动体现了马斯克对于硬核文化的坚持 即在人员和成本控制方面保持绝对的严格 马斯克的这一系列行动 不仅是对特斯拉内部的一次大规模调整 也是对外界的一个明确信号 表明特斯拉正处于困难时期 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来应对挑战 他的目标是将资源集中在人工智能 机器人和Robotex C等领域 这些被认为具有更大增长潜力的项目上 与此同时 韩国媒体报道称 与预期不同 美国对中国的持续打压并未削弱中国产业的竞争力 在智能手机 显示器和半导体领域 中国正迅速追赶韩国 这一现象反映了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变化 以及中国在电子和IT产业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萨姆 奥特曼和埃隆 马斯克的故事 展现了在快速变化的科技世界中 领先企业如何通过创新和适应性 应对挑战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 他们的行动和决策 不仅影响着他们各自公司的未来 也在塑造着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方向 在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浪潮中 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机构 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从OpenAI的最新动向 到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未来 再到亚马逊云业务的增长 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创新 加速改变行业格局的时代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OpenAI的最新进展 据新智源报道 OpenAI的下一代模型 GPT4.5的谜团终于被揭开 Sam Altman在哈佛大学的一场演讲中明确表示 市场上流传的神秘GPT2 Chatbot并非是GPT4.5 这个消息让整个科技界和 LLM Large Language Models的爱好者们都大感意外 因为GPT2 Chatbot展现出的能力 已经超越了现有的GPT4模型 更令人兴奋的是 OpenAI似乎正在准备推出一款搜索引擎 以截胡谷歌 这款基于GPT技术的搜索引擎 有望在5月14日 谷歌IO大会之前正式亮相 这无疑将对谷歌搜索构成重大挑战 另一方面 AI的影响也正在快速渗透到传统行业中 尤其是金融行业 根据新智源的报道 高盛 摩根大通等知名金融机构 预计将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初级分析师岗位 被AI取代 这一变化主要得益于 AI技术在处理数据分析 市场预测等方面的高效能力 例如 一款名为苏格拉底的金融分析软件 就能自动生成市场观察清单 资本流动热图 以及覆盖全球1000多个市场的分析报告 大大提高了分析效率 同时也对初级分析师的未来构成了威胁 在云计算领域 亚马逊的云业务AWS 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根据腾讯的报道 AWS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7% 达到250亿美元 创下了营运利润率的新高 这一成绩的背后 是企业对人工智能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Andy Jazzy表示 随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以及AWS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 预计这些服务将在未来几年 为亚马逊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技术创新的最前沿 还是在传统行业的深度变革中 人工智能都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OpenAI的最新动向 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的未来 以及亚马逊云业务的增长 都是这一趋势的生动体现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拓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将会有更多领域和行业经历类似的变革 人工智能将继续塑造我们的世界和未来 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科技和汽车行业的竞争愈发激烈 而中国市场无疑成为了众多国际品牌争夺的焦点 苹果和比亚迪 作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都在不遗余力地拓展 其在中国的业务版图 展现出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的坚定信心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苹果公司的动向 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5月3日报道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在最新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 尽管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 苹果在中国市场的表现仍然超出预期 这份财报显示 即使阿凤的全球销量同比下降了10% 在中国市场 苹果的阿凤仍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这一成绩尤为引人注目 因为早些时候市场调研机构发布的报告曾预测 由于与中国本土品牌的竞争 iPhone在中国的销量会出现下滑 库克对此表示 苹果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尤其是在推广iPad等其他产品方面 不过 他对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仍然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并特别提到了不久前在上海开设的新门店 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消费者对苹果产品的浓厚兴趣 而在汽车行业 比亚迪则是另一个积极拓展中国市场的例子 根据网易IT之家5月3日的消息 为了响应国家出台的汽车以及换新补贴实施细则 比亚迪推出了至高8000元的厂商补贴 可与国家补贴叠加 为消费者提供高达1.8万元的优惠 这一政策涵盖了比亚迪旗下多款车型 包括琴Plus荣耀版 冠军版 SongPro编曼荣耀版 冠军版等 旨在鼓励消费者报废燃油或新能源乘用车 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此外 比亚迪还推出了遵享金融礼 包括最低零首付 12-60任意待期 24-70C等多种金融方案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灵活的购车选择 苹果和比亚迪的这些举措 不仅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也反映出他们对未来发展的乐观预期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汽车制造商 都在不断探索和创新 努力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 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它意味着 他们将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产品体验 而对于企业来说 能否在这个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仅考验着他们的产品力和市场策略 更考验着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投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将会看到 哪些企业能够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领军者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